大学说 身修而后加齐 意思是说 只有提高了自身的品德修养 而后才能整治好家族 我们说过了 齐家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一方面需要一个宽容的心态 另一方面 当事人自身的品德修养 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果各个家庭成员 都能相互体贴 相互关爱 相互提高 那么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 每个人都会有非凡的成就 在唐宋八大家中 苏巡和苏氏苏哲父子 就占了三大家 苏家能获如此高的荣誉 与其良好的家教和融洽的家庭关系 是分不开的 苏巡在壮年的时候 才开始立志于求学 因为他的妻子成事贤淑 为其操持好家计 所以就没有后顾之忧 才能够使他专心致志地游学四方 因而文才大进 忠于有成 苏巡和成事是言辞的父母 对苏氏苏哲兄弟教育有方 尤其重视道德教育 父母的仁慈思想 对苏氏苏哲兄弟也有影响 苏家有五母圆林 苏巡夫妇爱护鸟蛋 不允许小孩和奴仆伤害他们 所以有很多鸟儿在这个林子里筑巢 苏氏在一篇叫做《义雀》的文章中 这样说道 习我先君子 仁孝行于家 家有五母圆 腰凤及铜花 适时乌与雀 炒骨可辅拿 亦我与猪儿 四时观群雅 礼人精锐意 野老孝儿皆 父母对儿子教育的重视 和对鸟雀的人爱 对苏氏苏哲兄弟的 忠诚仁厚性格的形成 是有很大关系的 苏巡博学善文 荣百家之说自成一家 他是数学派的创建者 苏氏兄弟 维文学其父 是数学的中间 苏氏维文有其特色 正如他所说 作文如行云流水 初无定制 但常行于所当行 至于所不可不止 苏哲幼时 也受教于兄苏氏 因苏氏学先成 苏巡就让苏哲 向哥哥苏氏学习 父子之间 兄弟之间的关系 也是师徒关系 故彼此感情甚深 后来 父子三人一举成名 都是父教子 兄交弟的结果 宋仁宗嘉元年三月 苏巡率领苏氏 苏哲兄弟二人 父经秋氏 苏氏苏哲同时重进士 当时北宋文章宗师 欧阳修 简苏哲的文章 非常佩服地称赞道 无当必此人出一头地 宋仁宗初读苏氏苏哲的制册 高兴地说 朕今日为子孙得良宰相义 神宗作为太子的时候 尤其喜欢读苏氏的文章 在宫里读文章 都忘了吃饭 称其为天下奇才 苏巡虽不重 但文章的名字 但他的名字 在京城也是传播很广 欧阳修得到其所著的书 有二十二篇 大为赞赏 宫卿大夫 因之争相传阅 一时间 学者们都纷纷效仿 其作文的风格 苏氏苏哲兄弟 既有相同的政治理想 和生活秩序 又有相同的仕途遭遇 因而 在得意时互相勉励 失意时 彼此关怀和劝慰 又因为志趣相同 情深似海 当两人入世后 各自东西 常为离别而百感交集 这在他俩的唱和中 可以见到 苏哲在逍遥堂会宿二手 并引中说 哲又从子瞻读书 未成一日相舍 急壮将由焕四方 读为苏州时 只安之风雨夜 赴此对床眼 策然感知 乃相约 早退为贤居之乐 他俩阔别七年后 在徐州 才开始再次相会 素于逍遥堂 所以哲写的水调歌头说 离别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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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度过中秋 可是 在徐州相会四个月之后 又要离别了 苏哲感到无限的悲愁 今夜清尊对客 明夜 孤帆水意 依旧 照离仇 苏哲 为不能实现 与哥哥早退 相聚一起之约 而无限悲伤 苏氏也是 恨此生 长相离别中 雕华发 在几十年的 幻海浮沉中 他经常是 一地泪如云不散 妄乡心语 雁难飞 为了书解离别的愁绪 兄弟俩只能以 互相唱贺为为己 苏氏曾对弟弟苏哲说 无从天下事 莫如与子欢 可见兄弟手足情之深 苏氏对妻子也同样情深 他的家庭生活 几经波折 几度悲哀 十九岁 娶王福为妻 王福二十七岁 在京师病逝 十年后 他写的江城子一词 仍深切怀念 他这 闽而静的贤内著 十年生死两茫茫 不思量 自难忘 他在梦中见他 相顾无言 唯有泪千行 后来 他娶了王福的堂位 王润芝为妻 他也是一位贤淑的女性 追随苏氏 患海浮沉 四处奔波 历尽苦难 两人相爱相伴 二十五年后 润芝在四十六岁时 也病逝于京师 这对于苏哲 这对于苏哲来说 又是一次莫大的打击 苏氏在他的 既王七 同安俊 军文中 表示了对他 无限思念的悲伤 一一奈何 泪尽目感 后来 他有那一切叫昭云 在他写的有关昭云的诗词中 反映他对他无限热爱 而昭云 随他贬惠州的时候 也死了 苏氏悲痛不已 这个时候 他已经是六十岁的老人了 苏氏有三个儿子 即苏迈 苏代 苏过 在苏氏的教诲下 都在文学方面有造诣 苏氏下半生都处于贬折之中 其幼子苏过 始终追随 尤其在其贬折丹州之前 其爱妾昭云已死 幸而有苏过随逝 苏氏才不至于过度的孤独 历史上是这样描述的 凡生理昼夜寒暑所需者 一身百围 不知其难 有这样的好的儿子 苏氏才能度过 在丹州时 最艰苦的贬折生活 当他这个折官被召回时 突经常州病逝 苏过把父亲 葬于汝州 夹成小峨眉山 便安家于隐昌 苏过因常年随世父亲 经常得到教诲 故道德文章也大有长进 他著有 《斜川级》二十卷 其私子台富 巨丰富早就在世上流传 实称苏氏为大坡 故称苏过为小坡 其书苏哲赞赏苏过孝顺 以训宗族说 吾兄远居海上 唯成就此而能闻也 苏氏之所以有此成就 在很大程度上 就得益于他的家庭背景 话又说回来 这样的家庭氛围 也是每个人 努力影响的结果 正因为他们 极高的修养和品行 才有了这样的家庭 这不正是身修而家旗的最好助脚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